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這一場free fire 是我有史以來 救人救過最多次的 那前面直接快轉 因為 你可以發現 我這個擊殺數是0 所以前面人家是西線無戰士 我是前面無戰士 沒有什麼戰爭 沒有什麼衝突 我看到一個人 然後繼續蹲下來 像我反應不是很快的 我比較不是衝的 所以我會找一個據點 由上往下 然後又有掩體 然後沒事就蹲著觀察別人 不過這種射擊遊戲 剛開始玩都會很緊張 要過 不是過一段時間 要過幾個月之後 所以有時候情緒的訓練 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如果要練習 讓我們的情緒平和 像佛菩薩一樣 就是像鏡子一樣 鏡子呢 你前面不管出現任何的影像 鏡子會不會被影響 是不會 而且 鏡子前面的影像 走了之後 鏡子裡面也跟著變 那 我們現在 紅色的地方是轟炸區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隊友 他趴在屋頂 這是什麼 神操作 他可能想做實驗吧 說這樣子 會不會被炸彈炸到 那我躲在二樓 透過窗戶觀察 然後看一下小地圖 點一下 點一下說圈的中間位置 那你 如果看小地圖 可以發現 隊友的小鏡頭 現在都對著這個 東方1的方向 欸 地圖出現小紅點 啊有隊友倒地 可是看地圖 他在馬路的另外一邊太遠了 在85公尺 85公尺 如果跑過去 要好幾十秒 結果來不及救他 他上了西方極樂世界了 這時候看到 小地圖左方有車子 蛤 有車子看過去了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我們 但是根據隊友的情況 欸 他在射誰 有人跑進來了 這個 我現在的想法是 趕快把車子撕的包 看能不能順便把 這個敵方告 就是一起傷害他 啊這時候隊友很猛啊 可是我補血還沒補完 我打算 欸 這時候兩個衝擊還 二打一 哇哇哇 隊友 太刺激了 小房間裡面的戰鬥 就是要 限彈槍拿出來 哇你看那小紅頂 外面還有三個欸 我的天 趕快救了 然後我的 子彈不夠了你看 殘了殘了 子彈不夠 補血包也是剛才從 這個 倒地的敵方那邊撿過來的 好這時候下去 趕快補充資源 主要是步槍子 啊我被打 哇哇哇 那個人打得好爽喔 哇我差點死掉 有看到 可是 這個卡住了卡住了 這樣卡住衝出去 其實我的 血還沒有補滿 那搭配隊友 你看現在存我還有七個 扣掉我們三個 外面還有四個 現在趕快救隊友 救完隊友趕快補血 哇你看我的 子彈 好少 步槍只剩七發 七發能打什麼啊 喔好 可以把他打完 好剩六個 哇哇哇 隊友倒地 他是那個方向被射 看小地圖有紅點 先把他救起來 那我的 步槍子彈有 85發 嗯 又有紅點又有紅點 先 先把資源補一補 其實 其實 FeeFive完一段時間 就發現說 你要 找眼閉啊 然後把狀態補好 這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技巧 好 所以有很多細節 那現在圖圈也是 我決定我先當幼兒 我先跑出去 哇剛才那個 房間裡面的肌肉 實在是 太刺激了 哇六七個人 擠進 一個小房間裡面 在那邊打 真的是 哇而且剛才 真的是兵荒馬亂 現在只剩四個人 哇那這場能不能吃雞啊 不過我的隊友眼睛很銳利 他們往往可以先發現敵人 我好像帶著偵察機上場 我的眼睛是不太行 還有40秒讀圈 根據隊友 報位置好像 另外一個人在上面 啊看到 在跑的時候心裡 就要有準備說 如果被 攻擊的時候 你附近有沒有掩體 好吧 我跑上去的過程 沒有掩體 這時候 我切槍切成 線單槍 有沒有躲在這裡 沒有 沒看到 他應該在左方 左方 他在哪裡 在哪裡 然後好像又要縮圈 所以要 跑圖圈 看到了 有沒有 哇 他的 反彈也不錯啊 我從日出打到日落 他還是沒有倒地 太強了 他先跑進 毒圈 然後預防他從 三波 欸 預防他從三波 利用一個制高點 來攻擊 哇 他跑進毒圈裡面 然後現在就是 三對一 好 我們一個左邊 兩個右邊 啊 先交戰了 哇 很好我們倒地的隊友 提供了幼兒 當作幼兒 哇 終於三個站著 吃雞啦 也是不容易啊